再來關注到是白俄羅斯的反對派領導人 齊哈諾斯卡亞 18號訪問了美國首都華盛頓特區的時候 也向當地的白俄羅斯僑民發表講話 齊哈諾斯卡亞就表示了感謝當地的同胞 召開集會與示威的努力 也感謝美國的支持 但他說到通往自由的道路漫長 而且富有挑戰性 白俄羅斯總統盧卡申科去年的8月 6度的連任 而反對派拒絕承認這結果 指責這選舉舞弊 要求盧卡申科交出權力 齊哈諾斯卡亞在18號的講話中就強調 將向美方堅持在解決白俄羅斯的問題上 儘管支持的聲明很重要 但關鍵是在於行動而不是言語 也預計他將在週一 與美國國務院週二在白宮舉行會議